游客拍拍手 孔雀立刻开屏 蓝色羽毛好艳丽 大家抢着拍照 他可是休闲农场的迎宾大使 但三月底 孔雀差点被偷走 转卖牟利 原来身长1.2公尺的孔雀被两名中年男子绑架 偷抱走 要去变卖 骑车途中因为太醒目 被热心的杂货丁老板看到 立刻向男子出嫁 从2000元杀到700元 成功把孔雀赎回 后来转告施主 休闲农场的业者大家惊呆了 迎宾孔雀差点被绑架变卖 真的看到孔雀被抓走的时候 我们也吓一大跳 觉得很惊讶 希望来到农场的游客 可以有一点功德心 让他在这个大自然的生态里面 自由的成长 其实不止孔雀 农场业者说 两年前农场内才刚出生10天的小猪 也曾经被游客偷抱走 因为监视器拍下影像 才成功把小猪追回来 这次又有人大喇喇偷抱孔雀 幸好由热心杂货丁老板出手相救 以700元成功赎回农场的 引兵大使 三星王少宇 黄家平 台南报道 第三星王少宇 黄家平